今天讲到的经文取自《菲利比书》第一章十二到三十节 请听我来读这段的经文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受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 以致整个宫里的位队和其余一切的人 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 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 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 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 有些人传讲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 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 这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 那些人传讲基督却是出于自私 动机并不纯正 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 那有什么关系呢? 真心也好,假意也好 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 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 我一定会得到释放 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 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 只要满有胆量 不论生死 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被尊为大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 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 我就不知道该怎样选择了 我处于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 可是为了你们 我更需要活在世上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还要活下去 并且要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 使你们在心心上有长进 有喜乐 以致你们因为我要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在基督耶稣里更加以我为荣 不过你们行事为人 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 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 或是不在你们中间 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 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 站立得稳 为了福音的信仰 齐心努力 什么事都不怕 有反对你们的人 这就证明他们要灭亡 你们要得救 这都是出于神 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 赐恩给你们 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 也是要为他受苦 你们面对的争战 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 现在又听到的是一样的 圣经就读到此 愿上帝祝福领受 并遵循他话语的人 那些喜欢猜谜的人 我给你们一个谜 什么是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希腊 神话故事里面的 一个神 一个怪兽 这个怪兽是 尸身人面 他守在城门口 凡是经过的人 他就问他们这个问题 什么是 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你打不出来 他就把他吃掉 当然 相信很多人知道 这个迷遗是什么 早上四条腿 是婴儿在爬行 中午两条腿 是年轻人在走路 晚上三条腿 是老人拿着拐杖 当然 我们的生活 人生哪里 何止是即现在 四条腿 两条腿 跟三条腿 生命 人生不是这个 因为人生 有比这个 更大 更重要的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要告诉我们的 不仅仅是保罗 在谈他自己 所遭遇的 保罗不是在讲 他遭遇的什么事情 而是他要说 我们应该 如何为那 更大的事情 来努力 这更大的事情 是比生 和死 来得更大 有什么事 是比生 比死 更大 大到值得 我们来为他 而活 我们回到背景 当时是在 主后 57年左右的时候 保罗就在 各地 接受了一些的 奉献 这个奉献是要 带到耶路撒冷 给当时 耶路撒冷 贫穷的人 保罗就把这些钱 带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一批的犹太人 就散布谣言 说保罗把外邦人 带进圣殿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外邦人不能进到圣殿 谣言就说 保罗把外邦人 带进圣殿 结果污染了圣殿 就有一批的犹太人 要杀保罗 计谋如何暗杀保罗 就在那个时候 罗马兵丁要介入 就派了470个 罗马的守卫 来保护保罗 然后把他安送到 北部的盖撒利亚 就在那个地方 保罗就住了两年 要等待审判 但是迟迟两年来 得不到审判 保罗就知道 永远不会得到 一个公正的审判 然后他就 既然他是罗马公民 他就应用他 罗马公民的权利 他就说 好吧 你们不给我公正的审判 我就上述到凯撒那里 就是要到罗马去 让罗马的皇帝 当时罗马的皇帝 来审判他 他可以这么做 因此他们就把保罗 送到罗马去 在途中 在海中 差一点 传承了 他差一点就死了 然后他就平安地 来到罗马 很有趣的是 当他来到罗马的时候 他得到 很好的款待 不像一般的囚犯 他被 虽然锁链 绑住他 跟一个 看守的兵丁 锁在一起 但是他可以 住在自己的房子 那个政府 容许他 住在自己 租的一个房子 他就住在那个地方 而且 朋友可以 自由地来探访他 所以他生活得 相当不错 就在这个时候 在那个 自己住的房子里面 保罗就写了 腓立比书 他也写了 以夫所书 哥罗西 那个腓立门书 就是我们所说的 监义书信 那 当他在写信 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 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他要感谢 腓立比的教会 因为腓立比的教会 把钱奉献 拿来帮助他 付房租 否则他没钱 就付房租 这是他的感谢 但是更重要的 保罗要让他们知道 就是腓立比的教会 说 你们 如何 应做我 如何弟兄姐妹 在不同地方 他虽然被 求所 虽然在监牢里面 但是 耶稣基督 被传开了 这是保罗要说的 请你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保罗就说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 就是被捆锁等等 反而使福音 更加兴旺了 以致怎样 整个宫里的位队 和一切其一的人 都知道 我是为了基督 才受捆锁的 而且 大多数主内的弟兄 因我受的捆锁 就 度性不移 毫无畏惧 更勇敢地 传讲神的道 哇 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 早期的基督徒 他们是大有胆量的 他们怎么样的勇敢法 据说 有一次 有一个罗马 罗马兵丁 罗马兵丁 来嘲笑一个基督徒 说 你的那个木匠耶稣 在哪里 你的木匠耶稣 现在在做什么 你知道那个基督徒 怎么回答吗 他很豪放地说 我的木匠耶稣 现在正在 为你的凯撒大地 制造棺材 哇 你试试看 你讲这句话 但是 我要说 就是他们的胆量 保罗在这里 讲的胆量 是不太一样的 他怎么说 请你看 第十四节 保罗说 大多数的弟兄 请注意 不是少数的人 大多数的人 然后说什么 因为我所受的捆锁 不是为了我所受的捆锁 而是因为保罗的捆锁 他们看见了 他们就大胆地传讲 神的道 就是他们就勇敢地 传开耶稣基督 无论如何 即便他们要寻到 他们要把耶稣基督给传开 然而当时在罗马 保罗被关在那个监牢的时候 在罗马也有一批的人 是很反对保罗 他们盼望 借着罗马政府的手 把保罗给除掉 当时的罗马教会是这样 里面有各地方来的人 这些不同地方来的人 信了耶稣 有的是别个地方来的 基督徒 他们信了耶稣 他们有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做法 然后呢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 不但这样 这些不同的人 彼此之间又不合 大家要争权夺利 他们都知道保罗是谁 保罗是第一个使徒来到罗马 以前都没有 第一个来到罗马 当他们听到保罗来的时候 又知道保罗是 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 他们不高兴保罗 虽然他们知道保罗是谁 但是他们不欢迎他 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里面 但是请你注意 保罗怎么说 针对这一批散布谣言 针对这一批敌对保罗的人 在第十七十八节 保罗怎么说 请你听 保罗说 那些人传讲耶稣基督 是处于自私 动机并不纯正 只想加重我在捆索中的烦恼 第十八节 非常豪放的一句话 他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 真心也好 假意也好 无论如何 基督总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我还要欢喜 不得了 当保罗这么豪放地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 意思是说 那又怎样呢 无论如何 都无所谓 小事一件 基督被传开 那更重要 这是一个 不是普通的声明 我要说 讲这样的一句话 那有什么关系 不是一般的话 需要一个心胸很大 需要一个眼光很眼的人 才能够做到 一个智慧的人 是能够看见一个人的动机 一个属神的人 是能够看到他的动机 以外看得更远 就是看见神在做工 这个是不得了 我们看见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的观点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的看法 可以很多人认识你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了解你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现在是这样 每一个人的看法 头脑里面所做的决定 很多时候 是因为他看的角度的问题 那有许多人喜欢套用 这个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 他们说 爱因斯坦这么说 只有两种的人生 一种人生 是没有奇迹的人生 另一种人生 样样都是奇迹的人生 当然我们不知道 爱因斯坦讲这句话 是真的是他讲的 还是别人讲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两种人生 说明了两种的角度 一种他看人生 都没有奇迹 所以他看人生 是怎么样 是因为他带着一个 没有奇迹的角度来看人生 另外一种人 是带着有奇迹的角度 来看人生 所以都不一样 今天比如说 你看到一桶水 只有半桶 你看到什么 你可以说 有半桶水 还是 还差半桶 Doughnut 年轻人喜欢吃的 Doughnut 我不知道那个Doughnut 中文叫什么名字 这个Doughnut 很有趣的 是中间有一个孔的 对不对 当你看见Doughnut的时候 你是看见Doughnut 还是看见Doughnut的孔 你看的东西 从哪一个角度看 就决定了 你看到什么 所以我们 华人很喜欢说 我看他不顺眼 或者说 这个人很有眼光 你知道这个不顺眼 就说明了 他在看的时候 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 如果 如果 从福音的角度 好像保罗这样 来看一切事情 就是 看见一切 但是我们超越着一切 我们看见 神在做工 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就很有意义 你看的事情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所看到的结果 就不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通常在看一样事情 我们会从 两个很普通的角度来看 一个叫做因果的角度 什么叫做因果的角度 我们说 一个事情发生 总是有原因的 这个叫做因果 有因必有果 比如说 疫情发生 我们说 因为什么 所以有疫情 我们讲很多原因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叫做 目标的角度 目的的角度 就是说 这个事情发生 是有一个目的 这个事情发生 神在教导我一个功课 这个事情发生 是因为怎样 是有一个目的 所以 我们通常 一般上是从 因果关系 或者目的关系 来看 解释 发生的事情 我们已经 带着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产生 不同的东西 现在 我要说的是 还有第三个角度 第三个角度 就是奥秘的角度 事情的发生 是超过 我所能够明白的 我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叫做奥秘 不是每个事情发生 都是因果 不是每个事情发生 都是有它的目的 不是 有很多事情发生 是我们不知道的 比如疫情的发生 这个 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现在是这样 第三个角度里面 或者前面两个角度 我们要更进一步地问 就是 这个事情 这个奥秘 它到底 在神的全盘 救恩计划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我所面对的 我所遭遇的 它要如何 配合在神的全盘 救恩计划里面 然后 我要如何在里面 参与 这一种的角度 是圣经的角度 这种的看法 是圣经的看法 这种的看法 是保罗所说的 保罗的视角 所以你看见 保罗看见 罗马的教会 纷争 结党 他很痛心 对不对 但是保罗越过这个 他要看到 真面 他要看到更大的 他要看到的是 无论如何 基督被传开 这是他要看到的 因为他带着一个角度 天国的角度 一个更大 宏大的视角来看 是的 教会分裂 弟兄姐妹分裂 就把耶稣基督的 肢体给分裂了 但是这个分裂 不能拦阻 基督被传开 我们看见 世界上有很多教会分裂 这边又产生另外一个教会 从这个教会分裂 这边又出现一个教会 跟另外一个教会分裂 但是你没有看到 耶稣被传开 这是保罗在这里 他要说的 他深深地明白 他作为一个使徒 在神的国度里面 他要参与 当他在参与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的被传开 比他个人的感受更重要 基督的被传开 比他个人的感受更重要 在腓立比书第一章 我们就看见 保罗他的心愿 他的渴慕是什么 他的渴慕 不单只是基督被传开 他的渴慕是 耶稣基督要得作荣耀 耶稣基督要在他的身上 得作荣耀 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对他来说 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 得荣耀的最佳时刻 不是最后的时刻 是最佳的时刻 他被关 不单福音没有被传开 反而耶稣基督 在他身上得荣耀 他的这个渴慕 就使他继续前进 因为他知道 耶稣基督必须在他身上 得作荣耀 所以你看第21节到24节 他怎么说 他说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 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了 我处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 以基督同在 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 可是为了你们 我更需要活在世上 这是一个非常豪放 豪爽的一句话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 死亡怎么会有益处呢 有人说有有死亡有益处 因为我得到很多财产 不是这样 保罗不是在讲这个 死亡怎么会有益处呢 有人说我很痛苦 早死早好 所以死亡对我来讲是有益处 不 这不是圣经这样说的 圣经在这边讲的益处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 这个东西 应该叫做东西还是什么 这个死亡这件事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是无能的 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死亡怎么带给我益处呢 死亡者带给我更多的害处 叫我更大的伤痛 科学如此的进步 但是科学没有办法阻止死亡 医药如此的进步 最多只能够拖延死亡 但是不能够战胜死亡 自从死亡来到我们当中 他就不再离开 死亡不停地在我们耳边说 总有一天等到你 你可以逃 你可以躲 总有一天等到你 如果是这样 死亡怎么会有益处 你要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 你要对生命有正确的认识 也就是说 有一个正确的人生哲学 就有一个正确的死亡哲学 问题不在于如何控制死亡 问题在于如何因为有死亡 我们活得更有价值 请把这个弄清楚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死亡 问题不在于我们要如何去控制死亡 如何去面对死亡 而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 我们就活得更有价值 因为你如何看你的生命 就决定了你如何生活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一塌糊涂 你的生活就一塌糊涂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一塌糊涂 你面对死亡 你就巴不得早点死算了 如果你把你的生命 看成是一个无价之宝 你就会想要抓住它不放 人要你什么 从你身上拿一点什么去 你都感到痛苦 因为它从你身上所拿去的 都变成把你身上的财宝 拿去一点点 无论你付出的是什么 都是损失 而死亡是最终的损失 那个英国的一个企业家 和亿万富翁 Richard Branson 人家问他 你要人如何纪念你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很多亿万富翁 有钱人 人家问的第一句话 你要人如何纪念你 你知道这个 七十多岁的人 他怎么回答 他说 我不要人纪念我 因为我要永远存在 我不要人纪念 我被人纪念 我不存在了 我不要被人纪念 我要永远存在 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 死不起 他死不起 因为对他来讲 死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但是我要大家看的是 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必须分享的宝藏 我的生命必须分享 我的生命是宝藏 但是它必须是分享 那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呢 因为就成为你的每一个服饰 你的每一个给予 给予 你的每一个 人对你的每一个要求 都是你人生目标的实现 都是美的无比 如果是这样 你的死亡 就成为了最终的付出 最大最完美的牺牲 因为你的人生 是一个极疑的人生 因为你的人生 是一个服侍的人生 你的人生 是一个付出的人生 这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你看见吗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做的比这个更多 他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的人生 他的一生 到处都是牺牲 当我们说 耶稣死的时候 是最终极 最伟大 最完美的牺牲 我们这样说 是因为 他还活着的时候 每一天 就是牺牲 所以 那一天的时候 是最终极的牺牲 他来 不是要被服侍 而是要去服侍 不是 接受 而是给予 不是去了解 不是去被了解 而是去了解 不是被爱 而是去爱 保罗明白这个道理 他有一个正确的生存则写 他有一个正确的死亡则写 他在这里的挣扎 请注意 不是因为他怕生 或者怕死 不是 而是因为他看到了 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 我佛作耶稣基督 在我身上得荣耀 是太好了 但是他同时也看到 我如果到耶稣那里去 以耶稣同在 太好了 一方面 保罗就被生存 深深地吸引 另一方面 他被死亡深深地吸引 他想活下去 他也想死去 一方面 他知道 他如果活着 活着会带来许多美好的事情 但同时 他也知道 死亡要带给他 许多好的事情 在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七到第八节 保罗已经说过他的一个信念 他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我们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是死了 总是属于主的人 在腓立比书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是 保罗所说的是更加的激烈 他的激烈是激烈到一个阶段 就是说 不惜一切代价 无论如何 耶稣基督要得荣耀 耶稣永远是耶稣 对他来说 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那活着基督 活着就是基督 是什么意思 对他来说 活着就是 活着耶稣 活着耶稣的福音 活着就是荣耀耶稣 那死了怎么会有益处呢 这个益处是什么 这个益处是说 死了他就得到更多的耶稣 他若死了就得到更多的基督 更多耶稣基督的同在 更多耶稣基督的爱 更多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一切 因此对保罗来说 当他向世界说明耶稣的时候 展示耶稣的时候 其他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就不再重要了 在基督得荣耀之后 凯撒可以做怎么样的决定 对他来说 他不在乎 凯撒要审判他 是生是死 要释放他 还是要囚禁他 无论如何 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无关重要 他生存的终极目标 是耶稣 他死亡的终极目标 是耶稣 请问 你和我 生存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们死亡的终极目标 又是什么 有一个老人 看见一个年轻人 无所事事 整天坐在那里 有所好险 这个老人就跟年轻人说 年轻人啊 你这样太浪费时间 什么都无所事 整天坐 去找一份工作 好好工作 年轻人问 为什么我要去做工 他说 你不知道吗 你去做工 你就 可以赚钱啊 你赚了钱 你就可以除息啊 你除息钱多了 以后你老了 退休了 什么就不用做了 年轻人回答说 我现在什么就不用做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 很微妙的事情 两种人生 请问 你的人生是什么 你在生存 在生命中 你想要的是什么 无可否认 你努力赚钱 为了你的家人 那很好 无可否认 你努力读书 为了更好的成绩 那很好 无可否认 你要确保 你生活快乐美满 那很好 但是这一切 只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一切都不够大 他们很重要 但是他们是吃药的 不够大 人生当中 有什么 比这一切更大 我们 生存的哲学是什么 就决定了 我们死亡的哲学是什么 有什么 比这一切更大 有什么比生命更大 我们来看 第27节到29节 27节到29节 保罗就说 不过 你们行事为人 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 这样 无论我来 见你们 或是不在你们中间 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 就是 你们有 同意的心志 站立得稳 为了福音的信仰 齐心 努力 什么事都不怕 有反对你们的人 这就证明 他们要灭亡 你们要得救 这 都是 处于神 因为 神为了基督的缘故 赐恩节你们 使你们不单是 信耶稣基督 也是要为他 受苦 那请你看 第27节的第一个词 这边 说 不过 什么叫做不过 你不要小看这个词 这个不过到底要说什么 什么叫做不过 有另外一种的翻例 就把这个不过翻例成为 只要 只要 那 只要 是什么 你看英文的是 only 只要 那在说什么 请注意 保罗在 生 跟死之间 挣扎 再选择 要哪一个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将来 在这里 他就说 无论怎样 无论如何 无论发生在你 或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只要 你看见没有 无论怎样 只要 只要一样事情出现 那个事是什么事 只要你的生活方式 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相称 只要 什么叫做 生活方式 以基督的福音相称 又有什么 这里 圣经好像在告诉我们 有一种的生活方式 这个生活方式 跟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相配合的 请注意 保罗不是在这里说 你要 用尽办法 得作救恩 他不是在讲这个 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得救是恩典 你不能够赚取你的救恩 那他在这里说 你的生活方式 要跟 基督的福音相配的时候 他是在说什么 他是在 告诉我们 你的生活方式 要活到一个阶段 显出 耶稣和他的福音 在你身上 你的生活方式 要在人家看见你的时候 人家看见耶稣 在你身上 就是说 基督要被显大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被传开 耶稣基督的荣耀 现在 耶稣基督要显大 耶稣基督要显大 这边用的这个词 行事为人 是一个很汉有的词来的 我说汉有是说 在圣经 信业圣经 只出现两次 一次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次是在 使徒行传 第23章第1节 行事为人 我们常听到 这个行事为人 这个行事为人的意思是说 活出公民的责任 也就是说 你有活出你的公民权 你的护照 只不过看见你是新加坡人 但是你去到哪里 有朋友告诉我 你要怎么知道 这是新加坡人 出国的时候 很简单 你听到很多鸟叫声 什么叫做鸟叫声呢 他说去到哪里 都chip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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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都是chip 便宜 拼命买东西 所以你听到很多鸟叫声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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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加坡人 这里谈到行事为人 是活出公民权 当时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 他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们知道什么叫做 活出公民权 怎么说呢 因为腓立比这个城市 是罗马的殖民地来的 而这个殖民地 里面住在里面的人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 罗马的公民 你就在那个时候 成为罗马的公民 有多好吗 就好像现在成为 新加坡的公民 不得了 成为一些国家的公民 是不得了 当时成为罗马的公民 享尽一切的福利 而且你在世界上 你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你是一个重要的人 所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 活出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 但是保罗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虽然离开罗马 一千三百公里 一千三百公里 你们就自以为意 就自夸自豪 我要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活出的 不是罗马的公民权 你们要活出的是 天上的公民权 作为地上的公民 是一回事 作为天上的公民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这里 他就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词 第27节到29节 他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词 就是活出公民权的三样式 第一个就是 站立得稳 第二个 齐心努力 第三个 为主受苦 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在第27节 站立得稳 齐心努力 然后29节 为主受苦 注意这两个词 为主受苦是一回事 站立得稳 齐心努力 这两个词 其实都是当时的 作战时候 军事的用语来的 表示一个人在作战的时候 那一种的同心 那一种的努力 那一种的站稳 也就是说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基督徒 活出公民权 是一种的征战 我们是在一起作战 我们是在一起 执行一个使命 在进行一种的征战 而在这里要说的是 征什么 战什么 耶稣和耶稣的福音 让耶稣在你当中显大 让基督被显出来 显大 只有当我们一起的时候 这里要说的三个行动 一起站稳 一起征战 一起受苦 这三个 请注意 都是一起 因为只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强大 只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就大事 在一起有多重要 我几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蜘蛛 小小的蜘蛛 这个蜘蛛的丝 比我们的头发还细 但是你知道 这个比我们头发还细的蜘蛛丝 如果有一条杠线 跟蜘蛛的线同样的细 你知道吗 不是杠线更有力 更坚韧 而是蜘蛛的丝 蜘蛛的丝 比那一个同样厚度的 杠线还强五倍 当然一根蜘蛛丝算不了什么 但是如果蜘蛛丝 全部连在一起 两寸厚的话 力量不得了 两寸厚的蜘蛛丝 捆在一起成为一条绳子 是可以拉住一架 气势器的波音飞机 蜘蛛丝是不得了的 难怪蜘蛛丝这么有力 你知道吗 难怪艾斯尔比亚人说 只要蜘蛛能够同心 这些小蜘蛛 可以把一头狮子给捆绑起来 这里要说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 是了不起 只有在一起 我们才了不起 因此在第二十七节里面 我们看见 保罗一而再 再而三的强调 只有 同意的心智 齐心努力 这里所谈到的和意 这里所谈到的一起 不单单只是一般的团结 不是 这里所讲的是一个 为了比生命更伟大的目的 而聚集在一起 是有一个目标的 这个目标是为了一个比生命更伟大 比生存更重要的事 而齐心努力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不在围坐 外在 福音而征战的时候 我们就在内在 自相征战 当我们没有征战的理由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 没有 生存的理由 有一项的研究 研究 那些军队 军事在外面作战之后 回来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 这个研究就发现说 当这些战士 兵士 回到他们 国家 进行一些 一般的工作的时候 这些军事就感到很无聊 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 他们身处没有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是这样 当他们在外面 在战场上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 生存或者是死亡 是生死相关的时候 在那里 子弹飞来飞去 在那里 炸弹掉下 不停地掉下 在那里 鲜血不停地涌流 他们正在那里 为一个很大的事情而征战 虽然危险在那里 但是 他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对他们来说 以其百败的佛作 倒不如为那而战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有一场 征战 在等待着我们 这场征战 是极力人心 是一个崇高的征战 就是 把基督 显大 让基督在我们当中 被显大 这个是关乎生根死 这是关乎永恒 这是关乎意义 这是关乎我们的成就 我们需要一起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一起 为耶稣 而战 除非我们放下 个人的作为 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世上 有所作为 我们如果不放下 个人的作为 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世上 有任何的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够决定 要放下什么 我们就无法决定 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不能决定 要放下什么 我们就不能决定 要做什么 我们要 为了耶稣 和祂的福音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无论如何 一起 站稳 一起 征战 一起 受苦 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 而死 即便我们悖逆 祂仍然爱我们 即便我们不配 祂仍然救赎我们 即便我们不和 祂仍然赐下圣灵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现在 现在是我们 必须为耶稣而死的时候 我们的征战 要继续 一直等到 耶稣来到 或者一直等到 我们祈祷耶稣 无论如何 无论是生 无论是死 我们要勇敢 站在 耶稣 稳固的磐石上 我们要向世人展示 我们的耶稣 和祂的福音 有多伟大 大概在十年前 欧洲的金融市场 面对一个几乎垮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欧元的货币 大概 非常地危险 就要瓦解 围在旦夕 那个时候 所有人的眼光 都集中在 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是当时 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 叫做 叫做 Mario Draghi 就是现在的 意大利总理 所有的眼光 都在这位先生的身上 他们都在问 这一个人 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 他要说什么 因为 他 说的 什么 就要影响了整个欧元 垮台 还是复兴 他要说什么 就在2012年 2012年7月26日的早上 Draghi 他就站起来说话 他不看讲稿 他就讲 六分钟讲完之后 他就停止 他看下来 他就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双手喝着 然后他就说 我还要告诉你们 一个信息 在我们自责范围内 在我们自责范围内 欧洲中央银行 无论如何 要尽一切的力量 保护欧元 中文那四个字 无论如何 英文 Whatever it takes 三个词 这三个词 就改变了整个 欧洲的金融市场 这三个词 Whatever it takes 中文 无论如何 就是要垮台的 欧元 重新得作复兴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 这个世界 需要耶稣基督的复兴 这个世界 应作不公等 贫困 种种的需要 正在痛苦的呐喊 我们是否对外在的世界 无动于衷 还是我们说 无论如何 你是无动于衷 还是你说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社区 得到复兴 无论如何 我们的工作场所 要得作改变 无论如何 我们的世界 要得到医治 弟兄姐妹 你是无动于衷 还是说 无论如何 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邻居 来认识耶稣 你是无动于衷 还是你说 无论如何 我们要为了耶稣 和祂的福音 一起站稳 一起奋斗 一起受苦 我们不要再无动于衷 我们要说 无论如何 我们要放下 我们之间 不同的看法 我们之间的差异 为了我们的家 为了我们的教会 为了我们的社区 无论如何 我们要改变 无论如何 基督要被传开 无论如何 基督要得荣耀 无论如何 基督要选大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要感谢祢的话语 提醒我们 我们要为那比生命 更重要的事来活 求祢让我们深深地相信 耶稣永远是耶稣 祂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若活作 就是为主而活 我们若死了 我们是为主而死 我们活作就是基督 我们死了就有益处 求祢给我们一颗 坚韧的心智 无论如何 为了耶稣和祂的福音 我们一起站稳 一起争战 一起受苦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战断 我们是为主而是 蜂馆 孝 我们是为主而生 宣源 有 为主 就是 我们